文书菩萨指着双脚被捆的羊说道 你两脚不休才会被人活剥 说也奇怪 屠夫听完就放下了屠刀 羊也不再叫唤了 他接着对屠夫和羊说 人成羊 羊变人 只在一瞬间 你所伤害的动物 有可能曾经就是你的父母 兄弟姐妹等人 你怎么能去吃他们呢 如果想要脱离这身躯壳 就要皈依三宝 永远都不要再去杀生 屠夫听完文书菩萨的话 放下了屠刀 双手何时顶礼菩萨 愿意剔赌出家 后来出家后的屠夫在路上 遇到了一伙强盗 见他身上没有钱财 就捆在树上 假如拿不出钱财 马上就活剥了他 强盗头领知道出家人没有钱财 就让众人将他放走 他慌忙回到寺中 将此事告诉了文书菩萨 菩萨告诉他 假如之前没有救你 现在肯定还他八两了 正所谓莫言死后无因果 八两须还他半斤 文书菩萨听人说 龙王庙的神非常灵异 经常让人看到他的真身 有的时候脾气很怪 掀起的巨浪将船翻折断 船上的人们非常痛苦 曾经文书菩萨说 修多罗的时候 有无数的龙前来听课 都厌恶了龙去 愿意舍掉龙身 精进修行 这条龙兴风作浪 难道就没有人能将之降福吗 其他人建议文书菩萨试试看 他来到龙王庙里 大声呵斥龙王 我曾经给你们讲了微妙法 其他人都已成了天人 你因为称慧 所以又堕入生死苦海之中 假如你不忘记 曾经所发的愿 皈依三宝 拥护其兰 依旧能脱离苦海 等到文书菩萨说完 神像居然自己毁掉了 从此之后 那个地方的海面 又恢复了平静